大家好 今天聊个视频 聊一件事最近发生的 比较愤怒 比较愤怒 特别是我本身作为一个海外的华人 我其实是很关注这件事情的 这个事好像我看一下朱老板 有在他发的视频在聊 聊这个事情 什么事呢 是在英国有一个大陆的一个小姐姐 他在这个是他的工作的店 还是说他自己的这个店不太清楚 大家也众所周知嘛 说这个就是 这个英国 英国政府啊自从开放了 这个就是这个叫所谓的 BNO的这个护照之后呢 好多的这个相关小费轻呢 就脱家带口的啊 到了这个 英国啊就算是什么 我觉得像是什么呢 像是一种临时的居住证啊 那这个就是跟这个永住啊 什么免签啊 这还是不是一类的 你香港人 那这个费轻你到的那块呢 你就是这种啊 就是说句不好听话 二等公民啊 你这个好多他们这个UP主呢 做视频也揭露了啊 就是说什么呢 说这个政府给发那个什么 给发那种 就英国政府嘛 给发一些这种什么 生活生活费啊 或者怎么的 就是比如十几英镑一个月 就好像说那那个一个月 发那个钱啊 是一周还是发的钱啊 说连在外面一顿饭都吃不了 都都不够吃的那种 所以就彻底的当工具人了 是吧 但是英国政府还特别理直想说 啊那个就那意思你来对吧 我们不是啥人都要的 对不对 你得有钱啊 你得带着钱过来啊 对不对 这种我们呢 就是作为这个外人呢 就是哎嘲笑也好 或者怎么着也好 但是这个当事啊 就是说在这个本地的这些华人 或者是这个他底层的英国民众也好 我认为他们应该是相当痛苦的啊 因为这群的这个所谓港这个废青啊 就不干人事啊 天天的话呢 也是游手好闲啊 没有一份正经的工作啊 在这在这社会上呢 基本上就是就是这个贡献值呢 为负 所以说这个就好 我听了好多这个就这一年来吧 呃 无论是英国本地人也好 还是说这个就是在英国的华人也好 就是这个对这件事吧 还是挺多抱怨的 咱们接着说这事啊 咱就说这个小姐姐呢 就是呃就告诉在这有一个小视频 有一段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就告诉这个在他店门口啊 这个就是捣乱的这些港英 这些这个港独分子 就不要打扰他们做生意 人家这个要求其实也是合理的 对吧 人家这个店要做生意啥的 你外面举着牌子或者怎么知道 你这个就是虽然说它是这个公共的这个地方啊 但是呢 你也是侵犯了他人的这个权利的啊 你这种行为呢 比如你要去广场上 那没人管你 对吧 你在个店门口 你这个这本身就是一种 就是算是一定有一定的违法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啊 哎 然后呢双方呢起了争执 然后这个就这个废青吧 就属于全程被吊打 这我真的特别佩服那个小姐姐 一个人啊 面对二十几个人就丝毫不拒 是吧 这个你说这个吊打也好 或者怎么样 那个港这帮废青啊 就拽什么英文啊 哎呀那英文一听 我一听我就觉得是香港人说的 这么大的口音 而且就我就我个人我也比较好奇啊 我说这香港人生下来就对吧 就就英式教育啊 就就这个说英语 说的怎么还不如大陆人呢 就哎就就这个就就 就学了这么多年就这点水平啊 就觉得挺那个 就是刚开始看着挺有意思 是吧 后来呢 这个港这些港废 香港废青啊 港独啊 就开始呢 动手打人了啊 这个打人的还是男人 还是男的啊 这个就是暴徒嘛 这个对女生出手啊 拿雨伞打那女生 然后在那女生呢去抓这个 就是说这个暴徒的时候呢 他的这些同伙们嘛 这些这个共犯们呢 就是哎 哎这个一起啊 上来这个就是 就是负责阻挡 有的人呢就强行抱住这个女生啊 怎么着就就那个 就反正就是对他呢 应该是 呃 肢体上那些推散动作呀 我个人认为他们 就算是应该算是群殴啊 我真的不 我不介意把这个事情啊 就是往大的闹啊 你们像你们这些港费港独这么愿意 是吧 这个吃牢饭啊 或者有个这么安定的住宿也好 那你们就上了英国的这个监狱里吃几年牢饭呗 然后顺便被这个 对吧 这个杨大人报报局什么 不也挺好的吗 是不是啊 这个对你们的也是一种一种安慧 嗯 朋友们不要 就是说 觉得我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刻薄呀 或者怎么样 我今天我这个 我真的是特别生气这件事情啊 虽然这个事呢 到现在为止 不知道这个结果 结果是怎么样了啊 这个据说是已经报警了 然后警察呢 刚开始还抓错人了 但我个人认为呢 警察对这件事情呢 应该是 就是说处理吧 就是会很低调的处理 甚至不处理 为什么 因为 这个BNO是护照是谁发的 不是英国政府自己发的吗 对不对 始作英主就是英国人 咱咱咱咱且不说这个英国底层老百姓 他稀不希望这些香港人 突然闯入他们的生活啊 给他们的社会捣乱 但是英国政府呢 他从来对我们一憋好屁啊 他是这个就是说 你可以说他亡我之心不死 或者说这个脚屎之心不死啊 他希望做这种就是挺无聊的事情啊 来给这个咱国内这个大陆政府上眼药也好啊 或者恶心政府这个大陆政府也好啊 他是愿意干这种事情的啊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 我对这个事情的处理呢 持悲观态度啊 这个我也我也希望打脸 我非常希望打脸啊 而且我非常希望这些就是 这些犯罪分子呢 得到应有的惩罚啊 给他们从众从众从坏的判就得了啊 你就是站在英国人角度讲 他也不需要这一堆垃圾 给他的这个社会来添堵啊 一帮人 言英语都说不好 除了抗议就是抗议 然后狗屁不懂啊 辩论辩论不过 还动手打人是吧 这个男人的打不打女的打女人 我我说我跟大家说啊 我这个不是说我在这边吹牛逼 我在现场的话 就这几个人 这二十几个人上去一起打我 我也要上去就帮这个女生 我就跟人家动手也好 或者在这儿也好 把我送进这个什么 就是送进局子里 关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我认了啊 我我认了 他们给我打成啥样我也认了 但是我在这时候就一定出手 他们要是想要我的命 那我就要把这二十几个人 拉去的一起跟我陪葬啊 我不是说在这跟你大家吹牛逼 因为我就是别的事情 我觉得我可以怂我可以忍 但是这种就是在街上打女人啊 二十多个是吧 男的什么打女人这种事啊 是个人都不应该干 你干这种东西你都不是人了啊 你们不是最崇拜这个西方的民主吗 啊 你们上那个油管上你们也能看 对不对 你上油管看看去 好多那个啊 对你们要英文 要是不懂话呢 我可以教你们 好吧 这个好多好多的这种就是社会 社会性的这个测试的视频啊 在美国在俄罗斯在欧洲的这个街头 男人打女人 会是路人会什么样的反应 往轻的说 这路人会冲来骂你 指责你 然后阻止你 往重的说人家直接揍你了 啊 再说你们到底是哪啊 英国呀 英国不是号称最讲究绅士风度的吗 对吧 不是号称这个 他哪个号上还给把这个男士都把这个就是救生舱让给女士吗 是吧 那个就是这个跟随传同臣吗 这次要英国绅士啊 对不对 你们英国绅士你们的自由民主就教你们在街上打女人 你们就这点水平 所以我我就是你可我平时可能哎就比较怂但是碰着这种事 我不会放过的 你二十几个人我照打不误啊 这个我真不怕你们 你给我逼急了 那我就像疯狗一样是那个直接对吧 跟对打呗 这是板砖啥的 我也不怕给你们开瓢 因为你们做出这种事你们他妈就不是人 你们就不是你们就是畜生 啊 你但你放哪个国家的人 你都做不出来 是以前你你们觉得哎呀大陆人我靠 在你们脑海中大陆人整天或者在你们嘴里大陆人就是哎呀 这个不讲卫生是吧 这个插队大声讲话 然后这个随地大小便 这不都是你们的印象吗 但是我想说的是 就哪怕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啊我们大陆人呢 就是比你还是比你们强 再一点啥呢 就是我们不打女人啊 我们不会因为我也是一个男的然后我哎 我就这么因为 这打女人这种事就是在我们脑子里 就没有这个概念 就男人为什么打女人 啊我们会这么想 我们觉得哎 第一我们是人第二我们是男人 我们怎么打女人呢 对不对 但是可能这个香港小卫青他的这个脑回路呢就就不太一样 他可能也觉得吧 这个要是一个男的 男人站在他对面 他可能就觉得像我这种这个整天在健身房那个撸铁的 是吧 这个动不动这个那个深蹲就100公斤100公斤的这个深蹲应拉100公斤的是吧 你这个我也我也不是什么这个武学教练啥的我也就练过这个两年拳击而已 对吧 但是我碰这种情况 我就真的是 我说句话我成劣势了 我也得跟你们这种就是畜生搏斗 啊 因为我有这些点 但是你们就没有啊 那国内抖音都传风了 刚开始香港那个闹骚乱的时候啊 那个东北大哥是吧 一米八几大哥在那个街上跟那个香港人对骂 那香港人本身各样哎 什么的小飞青一米六几 东北大哥一米八几一米九几 妈的就这香港这就是中国的怎么着的 那那小飞青一话不敢回队 旁边一个女生大女生插了一句话 然后呢 香港小飞一马来听着 哎呀关你什么事啊 就这种哎呀就 恶臭啊 真的是恶臭啊 就朋友们 就这是男人 这是人 人能干出这种事呢 就就同样的我告诉你 你非洲我不知道 这个南美洲我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欧洲 俄罗斯 然后这个美国 加拿大 甚至澳大利亚 咱们算上 亚洲所有国家 你走遍了 男人打女人 这事儿你觉得可能吗 怎么就在你们这些香港小飞青眼里头看着就这么的就是说合情合理呢 我要是香港人 我就是假如说我是一个香港人 我是个普通香港人 我在香港生活 这种新闻出来 我觉得丢人 我觉得丢脸 知道吗 我觉得哎我一直我都觉得哎我特优越是吧 我香港人比大陆怎么怎么着 然后 我居然干出这种深厚不如的事啊 大陆人想都不会想的事 然后我去干了 我在这个街上是吧 这个开开心心的打女人 哎呀我天呐 我说这个你们是什么脑回路啊 所以就像以前吧 我就一直想说 我说这个香港人啊 这个就接这个收起你们的优越感 以前真是想这么说的 呃也是就是说四五年前吧 我在这个日本的这个 呃就是新宿的一个烤肉店打工啊 就是那个烤肉店就是那种连锁的嘛 就挺有名的 当时对香港人印象特别不好 就怎么着 就是特别的优越啊 就是大家啊 这个这个店 比如说他特别的 人特别多 或者怎么样你在那边等 是吧 但是香港人呢大吵大嚷 后来这个店长没办法把我叫过去 我当时就刚可以说是刚进这个这个店呢 就没多长时间啊 我就干点什么厚厨的那种活呀 然后怎么样的 就是他说也是幸亏这个店里有一个中国人啊 这个当员工 这个语言不通嘛 这个英语什么的也不好使 最后哎说你你来这个就跟他们说吧 就跟他们哎呀这个哎呀就 大家也知道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 那个后厨特别忙 我们是那个自助自助餐行式的 就随时点单随时上 那个工作呀就堆的都都都不成样子了 然后我在那块花花二十分钟时间跟他们来 歪开揉碎的跟他们讲道理 是吧翻译怎么怎么样的 这个就这期间让我最不爽的是 那香港大叔哎呀就各种跟我转英文啊 后来我直接拿英文回怼 我直接拿英文回怼 我说我靠我说我我说我国内英语专业八级的水平 您这个就是我 在在我的这个耳朵里 我看您的这个英语啊 也就跟我们那块农村人的那个说话水平差不多 您就别上这来献眼了 也就别在这个关东面前关东宫面前耍大刀了啊 好容易给他们送走了 咋着呢最后是那个我这个也算是请求店长 在别的那个店里头 在那个就是什么袋袋木啊 什么那头那个店就分店啊 给他们那个算一个桌子什么 就就从来没有 就等于给他们特权了 这店长弄的也特别的尴尬 也特别无语 因为这帮香港人呢打定主意了 就是说今天不吃到这个烤肉又不行 所以你说哎呀这个怎么就那么有优越感呢 这个你知道在日本呢 这种行为就是啥呢 就是 就是给对方是添麻烦了 这个是在日本非常非常忌讳的东西啊 不是你你来这头你排不上 你就走呗对吧 然后你就在这这个胡搅蛮缠死缠烂打 然后我说真的就因为那件事吧 这个对香港人印象就不好 就觉得怎么这么自大呢 怎么那么觉得自我良好 就像这个什么杨历说那些普信男 他他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 这一点这一点我就想 就是我就觉得香港人 特别合适这句这个台词 但是今天我想说是啥呢 我想说咱不是说全体香港人 那就是说这个香港小废青吧 要点脸吧 啊 这个脸呀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自由民主虽然很重要 但是作为一个人 最起码的人格这个人性还是要有的啊 我说真的我我这个人是比较的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说自由也好比较公平也好 就是你反对共产党或者你反对大陆什么的 这个我都可以理解 对吧 你把你的这个就作为对手来讲 我尊重你 但是前提是你得让我尊重啊 你要反对共产党 你要反对大陆 你把这个纲领列出来 是吧 你把口号弄出来 你做一些实际的行动啊 你你你甚至不行你上街上武装对抗去什么 我都佩服你 你都是条汉子 对吧 结果你搞的啥呢 那个全搞这些阴的 是吧 打打抢啊 这个这个烧烧老伯呀 对吧 打女人啊 是吧 在这个地铁上 那个东西在那个香港暴乱的时候 对吧 就已经显现出了吗 没说那个堵着地铁 不让大伙这个上下班 让大家感到不完颜 最后来了一个老外 是吧 这个说你们给我让开 这些哎 就杨大人话还是好指 哎 赶紧赶紧跑了 赶紧赶紧都让开了 都不在党路了 所以吧 就是 对香港人啊 我真是觉得 要点脸啊 脸呢 还是很重要的啊 你你你你 你是什么样的这种 你推崇这个西方的自由民主什么的 我可以接受啊 但是第一 我保持 我反对你说话的这种权利 对吧 你有理你跟我讲理 你跟我辩论 这都可以啊 但是呢 你又表现出啥呢 哎 欺软怕硬 是吧 对杨大人你各种铁 对大陆人呢 这女生都敢打 你说你是人吗 啊 这出了事啊 我就 说真的我就 其实 我也挺惭愧的 我得跟大家这个 就尤其是 嗯 爱国阵营的这个网友们呢 也算是 就是忏悔 或者没有 我以前呢 曾就这个曾经支持过陈秋实 啊就是那个 啊火烧自己胳膊 后来刚开始上那个 呃香港 后来那个上武汉的那个人 呃 就我特别认同这个 就好多这种啊 这个 油管的这些老铁们 这些爱国阵营的人 说的 就是 陈秋实其实挺坏的 啊 他这种东西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也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 但是表演行政歌吧 他表演给你看 啊 所以我我一度就被他这种高超演技 就给迷惑了啊 包括那个他去武汉 昨天视频哎呀我也我也点赞也好啊 这个看我还有 就挺厉害的 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个 他呢是去被武汉人民去扛事去吧 然后就怎么着的 那后来一看 就 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人啊 都有傻逼的那一刻 啊你看的事多了啊 你就知道这咋回事了 那陈秋实这之前我 就因为这事我没少骂徐晓东 为啥呢 我就觉得 我觉得你徐晓东 你是这个踩着陈秋实上位的啊 你这个我的这个观点呢 有一部分跟这个 就一号真相台那位老兄呢 这个事是一样的 我就觉得 这陈秋实就被这个 徐晓东当枪耍了 徐晓东是个聪明人 是吧 你这个陈秋实 你你被关了也好 或者打开好 这粉丝呢 全让徐晓东弄去了 哎 我是当时我是为这个 陈秋实抱不平的 可后来呢 就没想到他俩还混在一起 就我们做视频也好 我们留言也好 好多人都劝 就说哎呀 说陈秋实啊 说你别那个 再被徐晓东欺骗了 说你也不看看 徐晓东这个拿你的这个材料 做了多少期视频啊 以你的名义啊 就是说哎 这个就是赚流量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我相信他是知道的 他知道 但是他故意听不进去 揣着明白装糊涂 所以说这个人 就包括他的这个 对于他的这种 这个好多事情啊 就是了解 我就越来越发觉这个人啊 就是一个反贼 啊 而且是一个这个 藏得很深的一种反贼 心地也很坏的一种反贼 我就想啊 我就想我支持这么一个人 而这个人呢 就是号称什么中国良心啊 什么什么平民记者呀 什么的 他支持的这群 什么这个小费清养 或者怎么样也好 干出的这些事啊 在这个打砸抢烧啊 堵着地铁不让走啊 在这个 在这个港香港烧老婆呀 在这个在在伦敦 打这个打大陆女孩啊 这种 就他支持都是些什么畜生啊 嗯 所以有些东西吧 我还是我还是挺相信 这句话就是 呃 看人 就是看事 看人 听其言观其行 啊 这个 香港小费星啊 也就这么回事啊 啊 这个你们呢 要是真是说 愿意在这个英国呢 当这个顺民的话呢 就老实一点啊 呃 我也在此号召 就是在这个中 在这个英国的这些啊 华人就是大陆人的这些朋友们 你们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 遇到这种啊 这个就是香港小费也好 呃 你们 你们你们我绝对支持你们去自卫 去反击啊 甚至可以就是说 这个 就是组织什么联防队也好 或者怎么也好 对吧 因为他们不需要手软 他们已经不是你的同胞了 啊 所以的话呢 海外的诸位呢 就也 呃 注意保护自己吧 我只能说这么多 啊 但我还要提醒这个广大的大陆的这些男士啊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一定要想办法去保护啊 被打 被欺负这个女生 因为这是你们应该做的事情啊 这是你们的义务 作为男人的一种义务 行了 我不说别了 就我今天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们 订阅赞订阅点赞 谢谢大家